上个月的4060Ti给了我们极为深刻的印象 这波更入门的4060今天也终于来了 那么我们今天就来看看 这个比小老弟还要更加小老弟的新显卡到底怎么样 不同于他的大哥们 RTX4060是没有公版的 所以我们这次评测的就是来自于华硕的RTX4060 Duo 外观和之前的RTX4060Ti的Duo是完全一样的 它也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比例 整体的设计短小精焊 而且供电接口也是继承了4060Ti和4070 Duo的优秀传统 使用的是传统的单8PIN接口 而且这个和4060Ti完全相同的散热管双风扇散热器 应付功耗更低的4060更是完全不成问题 所以我觉得对于RTX玩家来说 华硕这一代的Duo从产品设计上来说 应该算得上是人见人爱的程度了 拆开BCB4060使用的AD107核心就在这了 这核心可真小啊 面积仅仅有158.7平方毫米 你看看 比显存颗粒还小的核心 现在居然出现在了60级别的显卡上 这还真是出人意料呢 4060 Duo的PCB布置了四项核心供电 一项显存供电 这个设计一看就很节能嘛 当然这个对于一颗100W出头的AD107小核心来说 可以算是完全足够了 不过你也看得出这个卡的PCB也还不算满 这意味着它之后如果华硕想让它再受受身 应该也不是什么难事儿 如果说上次拆4060Ti给我一种拆50级别的显卡的感觉 这次这种感觉就更加强烈了 甚至我觉得如果你把它的供电接口拿掉 然后做成半高卡可能还更合适一点 等等我是不是已经不经意间研发出了这个RTX2000ADA 说回4060本身 这颗AD107核心和笔记本的4060几乎是一样的 都是拥有3072个裤代单元 也就是说它几乎是满血的AD107 但我既然说了几乎满血 那它就不是满血 因为它比笔记本的满血版AD107还是多阉割了8MB的二级缓存 当然24MB也依然很大 可以有效减少128位显存未宽所带来的压力 但是比起笔记本来说显存的压力还是要来的大一些 横向对比一下上代的3060 你就会发现这个规格比3060甚至要来的更低 你再回想一下规格比3090还要大出50%以上的4090 你说这熟悉的配方 怎么就能切出如此迥异的两道菜呢? AD107这颗核心和几位大哥相比 还有一个细微的区别 首先它和4060Ti上的AD106一样 都是三组GPC 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这种三核GPU 但是AD106的每个GPC包含了12组SM 也就是1536个CUDA核心 但是到了AD107这里就变成了8组SM每个GPC 也就是1024个CUDA核心 但是它们所对应的ROPS数量 也就是光杉单元的数量 却都是每GPC16个 所以这意味着AD107有可能拥有着更高的流处理效率 本来是这样没错 但是现在二级缓存又砍了一刀 所以这个结论我也很难预测了 好在128位的显存位宽还在 考虑到这个和4060Ti的规格是一样的 我也确实没什么可抱怨的了 至少没给我再拆掉一颗显存 给我搞个什么4060 6G然后96位位宽 哦 等等 那个叫4050 我还以为没办法割出50了呢 对不起 是我大意了 但是与此同时 这也意味着它的显存容量比3060的12G小了三分之一 这个对于赛博画师们来说可真不是个好消息 总的说来这张4060的规格基本上就是笔记本4060的翻版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它的实际性能表现吧 在30Mark Time Spy的测试中 4060跑出了10813的图形分 确实是比3060高点 但是并没有能打过3060Ti 并且这个成绩和笔记本版的4060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毕竟这张卡跑Time Spy的时候也就110W出头 这种程度上的节能先锋 对笔记本来说也可以一样去发挥它的满血性能 再加上L2上的烟割 所以台式机版没有性能优势 我也不意外 然后在4K分辨率的Time Spy Extreme的测试中也延续了一样的结果 它比起3060是高一些 表现出了和笔记本版几乎相同的性能 并且完全打不过3060Ti 算了 买这个卡玩4K游戏 我觉得确实跟自虐也没什么差别了 我也就不再难为它了 光追测试中 4060总算是打平了3060Ti 也算是没丢掉40系最后的脸面 接下来我们就来跑几个游戏看看 在使命召唤现代战争2当中 4060不管是在1080P还是2K分辨率下 性能都介于3060和3060Ti之间 1080P下4060可以跑到平均89帧 2K分辨率下则可以刚刚贴着60帧的线 当然2K下如果你打开平衡档的DLSS 平均帧数就可以相应的来到97帧 比起3060还是有一定提升的 但并没有打赢3060Ti 而且是被3060Ti全程压制 是3060Ti太强了呢 还是说对吧 在另一个网游最终幻想14当中也是延续了这种表现 4060确实超过了3060 但并没有赶上3060Ti 而且分辨率越高差距越大 3060Ti看起来就成为了一座难以逾越的大山 接下来我们来试试3A大作 在赛博恒和2077当中 如果不开光追 不开DLSS 在1080P下 4060再次完美地卡在了3060和3060Ti之间 而当分辨率进一步开到2K之后 4060相比3060更接近了3060Ti一些 但可惜还是没能反超 打开光追之后 4060确实进一步追近了和3060Ti之间的差距 也和3060的差距拉得更开了 并且4060有40系独占的DLSS3 1080P加光追加DLSS3的补帧可以跑到60帧左右 这个确实是3060Ti做不到的 2K下面如果不开DLSS 这几张卡开光追基本都没法正常玩 开起了DLSS平衡之后 4060依然接近3060Ti 但打不过 比3060还是有一定提升的 加上DLSS3的补帧之后 4060也算是可以在2K下开光追玩2077了 接下来是地平线5 在地平线5当中 4060倒确实是扬眉吐气了一次 在1080P和2K都超过了3060Ti一点点 比起3060也有了超过20%的优势 但和之前测4060Ti的时候一样 这个游戏的DLSS依然是有bug的 我的建议是不如别开 霍格沃兹之谊是个相当吃配置的游戏 1080P分辨率下 4060在不开光追的情况下 面对3060Ti是完全没有招架之力的 开了光追之后 凭借着40系优秀的光追性能 又反超了3060Ti 但这几张卡在1080P下开光追的帧数 我都觉得不算是能顺畅玩的程度 除非你是打开了这个DLSS3的真生成技术 4060这个时候就能平均跑到77帧的平均帧了 居然和4060Ti差不多 这还是有一点惊喜的 2K分辨率下也延续了这种表现 不开光追完全打不过3060Ti 开了光追之后可以反超 尤其是在开启了DLSS3的超分辨率和补帧之后 帧数又一次非常接近4060Ti 看来与3060和3060Ti巨大的差距不同 4060反而还真是比较接近4060Ti 可见4060Ti是一张多么令人印象深刻的卡 因为这次时间有限 我就简单测试了这几款游戏 从测试的这几款游戏来看 4060比起3060的提升 还是比4060Ti相较于3060Ti的提升来的大些的 这个主要是因为3060和3060Ti之间有着相当大的性能差距 但反倒是4060和4060Ti之间的性能差距还不算那么大 所以4060这张显卡的设计目标也很明确 它就是针对使用着1080P高刷屏的电竞玩家的 但就我们的测试结果来看 它是打不过3060Ti的 更别提现在市场上普遍销售的3060Ti G6X了 测完游戏我们再来简单看一下它在专业软件中的表现吧 在3D软件Blender的Optics渲染器测试中 4060凭借着优秀的光追性能还是可以小幅超越3060Ti的 相比3060提升不小 在OC渲染器的RTX渲染测试中 4060比较接近3060Ti 比3060也有比较明显的提升 在Unity的光照烘焙测试中 4060也以小幅的优势超过了3060Ti 但在U15的Nana的势口中就只比3060少强了 并没能超过3060Ti 当然虽然这张卡小小的很可爱 但是我们这超频是免不了的 上次我在测4060Ti的时候超频跑的Time Spy成绩 现在居然还挂在榜单的第一名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卡玩的人实在太少了 反正这次4060超频幅度也来到了13% 显存甚至能拉2000兆赫 这个时候的显存等效频率会从17Gbps提升到21Gbps 对最终性能的影响还是挺大的 最终我超到了12200分的Time Spy图形分 反正有点提升 但是并不能达到4060Ti默认的水平 反正超这个卡也就是图一乐吧 当然在40系传统的节能减排降压测试里面 它也能在压到90多瓦的功耗下 跑出和默认115瓦接近的成绩 这个表现其实也没有比4060Ti更强 主要是我们已经在笔记本上见识过4060能耗比了 所以这个表现也就不意外了 那么整个测试做下来 我的感受就是 3660Ti可能是老黄最后悔的这个产品 你单看4060和3060之间的性能差 其实是比4060Ti手法的时候要舒服一点的 但问题就是 3060Ti如果按照原价来算 当时绝对是一个很有诚意的产品 它和3060之间的差距 你想如今都能再塞进一张4060 可见这当中的差距有多大 然而4060Ti就是一个非常令人费解的产品 4060如今的表现其实并没有比4060Ti差太多 如果3060Ti是3060和3070之间更接近3070的产品的话 4060和4070之间 4060Ti还是更加接近4060一些 跟你们分享一个有趣的数据 如果以完整大核心AD102和GA102为参照 4060的枯大数量是16.7% 而3060则是33.3% 与此同时 3060Ti是45.2% 4060Ti则只有23.6% 而如果与60Ti对比的话 4060是70.6% 3060则是73.7% 再加上4060Ti的位宽和4060完全一样 都是128位 但是3060Ti可是一张256位高贵血统的显卡 所以这代的60系卡有这样的表现我就不感到意外了 其实要我说 4060这张显卡最适合的用户 其实是那些使用着1080P的老显示器和那些比较老的终端显卡 想要升级的用户 这张卡的功耗可以说是几乎任何老电脑都不需要换电源就可以用了 而且老一些的机箱散热也很难照顾到大功率的显卡 像这种功耗值比750Ti高一些 但你仔细想想性能和1080Ti接近 而且还有DLSS3的新卡 它倒也是个合理的选择 只是我们也希望它的价格能够再有诱惑力一些 这样才能让人下的手去升级嘛 对吧 当然我觉得可能网吧老板也会对它感兴趣 因为这个卡确实还是能省电费的 当然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要想享受4060 除了你得装台台式机以外 搭载4060笔记本的价格已经来到了很有诱惑力的区间 我觉得也许你可以都看看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 别忘了给我们来个素质三连 也别忘了关注我们的频道 如果你还没关注的话 也别忘了去我们的淘宝店极客湾的店 看看我们还有显卡T恤以及显卡徽章可以买 这个可比显卡便宜多了 好 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